这个是会帮助我们压下来我们那个我慢 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神通广大 我们什么都没有啊 有一点点自私的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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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口喘而已 千百亿化身也不行 一个化身也不能 就我们会感觉到惨规 这个够了 够赶快叫他们去拜师 去找一位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么伟大 也能千百亿化身的 能了脱生死的 我们拜他为师 那个会帮助我们的交慢性 师父您好 我看过您的极客开悟之药的书以后 梦境有两个很大的圆洞 里面有光 有很多我没有看见过的东西 里面很美 请问师父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美的东西啊 就好事 有光的东西 就是比较说有光 不可以是坏事的 地狱啊 坏事都是黑暗的 有光亮 这是佛的境界 恭喜你 这是极客开悟了 看到师父的书会开悟 所以这叫极客开悟 不说妄语吗 请问师父 念佛是念阿弥陀佛 还是念观世音菩萨 哪一个佛号比较好 你喜欢哪一个 你就念哪一个 就比较好 不然的话念两个 不过 像师父昨天叫你们那个法门念 才比较有用 不过这个法门也不能出去传给别人 因为你们力量不够 师父虽然是很简单这样叫你们 不过责任很重 昨天那些叫的徒弟都是所谓的皈依的 师父要负责任 不是那么简单这样子 我们没有办那种形式的皈依 师父我也应该帮忙那些人 所以你们不要回去乱叫我跟师父一样 我认为很简单 请问师父 皈依三宝的意思是什么 师父刚讲那个 三宝是什么 佛 法生 佛就是在世名师 法就是他的法脉 传法门 生就是他的修行的 深重的团体 如果我们进入他们所谓的断题 就是叫皈依 我们诚心相信他 相信他的法门 法力 法脉 敬备他的徒弟 修行精进的人 这是叫皈依 不应该有一个名号 也不应该发宗师 也不应该发愿 不应该有一个法号 不应该有一个很明白的形式 不过有一个形式 也有帮助我们的头脑 这样而已 我们认为 我有一个皈依的师父 这样子 并不是说 应该这样子的 请问师父 如果有亲人 临终时 或者是刚去世 那么家里的人 应该怎么做 才对他有帮助 有人说 亲人刚去世时 家里的人不能哭 也不能摸他的尸体 这是真的吗 还有 死掉的人 应该经过多久 才可以洗他的身体 换衣服 我们修观音法门的人 不用管那些事情 因为师父赶快握手 带出去 所以身体放着而已 像一个空的格子一样 他几天以前 已经知道 他什么时候往生 我们修观音法门徒弟 都是这样子 师父都来报告 不过普通的人 要依照归取作 假如说 二十四个小时 四十八个小时以后 就不要动他的身体 换来换去 恐怕他会生气 他的灵魂会生气 有一些人死了以后 没有人握手 带到西方去 或是带到天堂去 没有师父 就跑来跑去 在身体方面 感觉到自己 还没有死掉 不知道的 我是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跑来跑去 闹在家 闹这个父亲 我们如果对他们的身体 割掉或是动 他会生气 生气要更增加 他的恶报 他的地位更堕落 有一些人被害白拿走了 所以也不怎么样 就是怕有一些没有拿走 没有被害白拿走 又没有有师父握手 带到西方去 在那里放来放去 当然会生气了 不过我们要洗脚也可以 不要洗也没关系 因为尸体死掉了 就不洗也没有用 他不在里面 洗也有给什么用 洗然后就放在棺材里面 也没有人闻在里面 要洗也可以 就是传统 这是很美的传统 也要保存 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吃苏栽 四十九天 然后要念经典 要共苏栽 要行山 要布施 把他的所谓的财散 布施给别人 担保着 些能力 质值 低血泡 低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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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痕痕痕 患痕 执痕 患癌症 准备 患痕 酸 大量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